花蓮強震之後第七天 天王新大樓持續趕工拆除 由於愛心人士呢 在鷹架上掛起了我愛花蓮的布條 希望幫受災呼叫我打氣 詳細內容連線記者陸一靜 回到天王新大樓的施工現場 那麼現在呢 天空是已經下起了一點小雨 不過呢 經過施工團隊的連夜趕工之後呢 目前九樓是幾乎已經要全數拆完了 只不過目前在花蓮 還是大小餘震不斷 所以大樓上呢 還是有裝設了三部的偵測儀 就是要防止大樓會有繼續傾斜的狀況 不過剛剛稍早 其實有熱心的人士呢 是在大樓旁邊掛起了布條 他說我愛花蓮 要讓我們團結重建花蓮 也鼓勵花蓮鄉親我們人住自住加油 就是希望呢 這個鼓勵可以給受災戶持續的來加油打氣 但是呢 由於現在目前在花蓮呢 還是大小於震不斷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 其實現場呢還是飄起了小雨 所以也因此造成施工進度會比較的緩慢一點 那麼待會稍晚立委夫婚期也要召開重建的記者會 幫受災戶持續的發聲之外呢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的董事長張淑芬 也會在晚些時候來到花蓮災區視察 也會持續的來捐款救助受災戶 我們也會為您帶來最新消息 一個上交還捧零 哈囉我是蔣新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